五毛第一次坐火車喔 你看絲絲 喔 好好奇喔 因為平常有小火車的寵物都不能上去 對 好吃的牠 好壞的媽媽喔 歡迎來到27度公寓的頻道 我是五毛吧 我是五毛媽 在影片開始前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頻道的 要記得先訂閱喔 那27的粉絲們 在觀看影片的同時 要記得幫我起結讚喔 起讚喔 好 那我們今天來到哪裡呢 我們今天來到了 宜蘭三星的天宋比火車站 Yeah OK Let's go 然後我們今天多了一個 新朋友小粉絲 就是妹妹 妹 這邊有一大片的停車場 然後停好車子之後呢 就準備 來去看火車 火車漸漸要去走 在火我會故鄉跟親戚 老闆娘請問一下今天要去哪裡 去那個宜蘭 這台列車開往了幸福的道路 就是五毛幸福的家 高空繩索體驗 伐木星空七項關卡一致350元 元宵高柱一致是200塊錢啊 對於攀爬有濃厚興趣的人或挑戰高度 有濃厚興趣的人可以來這邊玩一下喔 園區每人消費滿100元就可以搭乘免費的五分載小火車 所以我們現在要進去 購物 嘿嘿嘿嘿 它這邊好划算喔 它用五倍券附飲料的話是買一送一 但只有咖啡喔 而且你看到這車票好可愛喔 有的 而且它們很好奇耶你看 你看五毛第一次坐火車喔 你看絲絲 好好奇喔 因為平常有小火車的寵物都不能上去 我覺得這個寵物友善真的很好 那它也可以落地牽手 喔 好棒喔 你看BanBan好開心喔 啦啦是歪頭耶 它是嗯嗯嗯嗯 嗯 好認真喔 這是我們M導師第一次坐小火車 開心嗎 開心喔 好的 就在我們坐火車之餘呢 跟各位講一下 這裡的一個小小的典故啦 天松壁火車站呢 其實原本是羅東森林鐵道的一段 其中一段就是中間那一段的鐵路啊 那它除了呢 是運送木材至羅東以外 也是呢 肩負著客運的重擔 票 就是載客人啦 喔 對 所以一般 之前一般的民眾都可以 就是找了就可以上車啊 欸 可能要買票 喔 喔 Bus的意思 是的 那它防滑熱鬧的時期 是在1924年到1979年啊 喔 也就是我出生的最後一年的時候 你出生當我們屁事啊 所以現在就讓我們穿越時空 回溯一下 1979年以前的景色 跟著我們一起 嘟嘟 起車 起車 嘟嘟 起車 起車 有看到嗎 這裡有祈福亭耶 它那個好像是日據時代到現在的耶 對 沒錯就是日據時代 它有稍微重新修散一下啦 這裡也有天宋碧咖啡館 租借單車的地方 現在我們要進入山洞了 你看有毛媽很好奇 好啦 我們進入了時空隧道 山洞 充滿好奇的 Lala你一點都不好奇 你是在想著漢堡跟薯條喔 為什麼她眼睛張那麼大 然後但是看另外一邊啊 她對聲音敏感 有可能她想說那個 這是什麼對不對 這是什麼聲音 然後想說怕怕 BanBan她一直在看 對 BanBan充滿了好奇 然後Lily也是 團團也是 欸 楓葉 這浪漫欸 還有楓葉可以欣賞欸 到了 呵呵呵 來來來 來喔 準備離開啦 來 欸 沒關係 嗯 謝謝 謝謝 跟小火車say goodbye 我們下次再來 好不好 我們現在在宜蘭大同鄉 清水地勒 Yeah 好的 那一樣來了之後呢 有一大片的停車場 停好車子之後呢 往前支走 這裡 進去 就會看到清水地勒啦 那清水地勒這邊有一個全新的泡湯屋 它是在呢 今年的年底 12月份 才開始啟用的 那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泡湯屋呢 它有泡美人湯 還有休閒的溫泉魚 跟換裝的體驗 那我印象中記得換裝的體驗呢 一致是200塊 那泡美人湯跟溫泉魚 全票好像是80 半票好像是40 那詳細呢 的資訊 你們可以上官方網站 或是粉絲專頁去查詢啊 那因為我們今天帶著五毛 所以 我們就不泡湯了 清水地勒的主食池那邊有泡腳區啦 所以也可以在那邊泡腳 你在等待食物的同時 煮熟的時候就可以在那邊泡腳 其實也不錯 其實它的原子啊 原本是舊的中油工作站地勒廣場 那中油公司呢 在1976年的時候 派人來勘察 發現說這裡啊 地勒非常的豐富 外加呢 具有很大的工業價值 所以開始著手研究開發 一直到了1981年的時候 產生了台灣第一座地勒發電廠 也為呢台灣地勒發電廠 創造一個新的研究開發的里程碑 同時用地勒的資源呢 來活化利用 也就是我們現在使用的 第19第熱井的熱水 所以才有泡腳池跟主食池 我把這個拍起來 不然我等一下要煮幾分鐘 我不曉得 這個主樓 是用借的 然後押金200塊 一樓是200 所以兩樓是400 這個主食池啊 溫度有150度 聽說是用19號地勒井的熱水 那基於安全跟安心的考量下 就做這樣子 一瓷一瓷 像井一樣 你看 水溝在冒煙 你有看到嗎 沖沖沖沖 好的 這裡也有泡腳池區喔 五毛在這喔 然後上廁所 這裡也有上廁所的區域 煮東西 要買食材 就是這裡啦 好啦 這個煮好之後呢 它的隔壁有一個冷卻的水槽 我現在就把玉米拿過來 冷卻的水槽 是這樣洗嗎 應該是 哈哈哈哈 好像還不錯喔 各花生在裡面耶 真的 好像有蓮藕耶 真的假的啊 真的啊 你吃吃看 剛才在想這要怎麼吃耶 有熟嗎 有熟喔 它應該本身就是熟的 而且非常入味 真的假的 好下飯喔 你看它就知道了啊 它看你吃的時候 它說油很入味啊 沒有它入味到 你看它的眼睛 入味到下飯耶 真的還假的 真的啊 那你要不要買一碗白飯 我真的 有買白飯嗎 沒有 差十塊 直接買這個 喔 你說水果玉米比甜玉米好吃很多 好吃一百倍 喔 そうですか 來照一下 欸真的欸 顏色很漂亮耶 欸這樣子的話 如果時間再縮短一點 可以變溫泉蛋喔 中間就是沒有很熟那種 剛剛的迷你蛋 我們來看剛剛的迷你蛋 有蛋黃嗎 怎麼覺得沒有蛋黃 沒有 欸都蛋白耶 欸它沒有耶 它好特別喔 飯糰說等待已久 終於開動了 等等喔 他們說這一次的旅程好棒喔 他們說這一次的旅程好棒喔 來清水地熱 有玩又有吃 你們吃這溫泉煮的蛋蛋 有沒有覺得特別好吃啊 怎麼能吃都好 對他們說會吃都好啦 五毛他們現在吃的是 美人腿 欸這裡真的很適合帶寵物啊 對啊你看都沒有苗味啊 因為每一樣他們都能吃 你們不能吃太多 都會便秘啊 嗯 辣辣你剛吃掉快要半條了 都被你吃掉了 你知道嗎 他們說下次還可以來清水地熱嗎 他們喜歡喔 對 除了說廢話 因為這一個行程是唯一 他們有吃東西 對 吃到飽 吃吃 有沒有吃到飽 有沒有吃到飽 有沒有吃到飽啊 奶奶有沒有吃到飽啊 有沒有吃到飽 有沒有 他說下次歡迎再來 來一百次都沒關係 沒錯 不單毛小孩可以一起參與以外呢 然後呢 欸坐小火車也可以一起坐耶 欸 他們今天整個就是玩得超開心 簡直是為他們量身訂做的景點嘛 真的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訂閱按讚和分享喔 那我們每週三 每週日的晚上八點都會更新影片 有時候星期五也會有 要準時收看喔 那記得追蹤我們的IG 和加入我們的社團 沒錯 在這邊跟你們say goodbye啦 掰掰